我前面有一条视频分享了带儿子骑自行车穿越独铺公路和新藏线的洪哥的故事 视频里面介绍过洪哥是我在中山户外圈结识的老朋友 为人非常低调踏实 是化妆品行业的企业家 今天呢我就来到了洪哥的办公室 来听听他的骑行和创业故事哈 大家好 我是孔子昂 是一个重度的户外骑行爱好者 也是M19和贺本机的品牌创始人 洪哥就是很多朋友 听说你这个故事啊 就是带你的儿子骑行骑自行车 穿越独铺公路加新藏线 这个壮举啊 之后都觉得很敬佩 同时也在好奇说 你是怎么想到说要带你儿子去 走这一条很艰难的这条路线呢 是这样的 其实我儿子呢 他这次骑行啊 就是是有个非常的意义的 因为刚好他18岁 那在2012年的时候 也就是说他是在12岁的时候吧 我那年我去骑车去走到川藏线 然后骑完了以后我就回家和他在分享旅途中的一些故事啊等等那些 然后他就有点小兴趣就说啊爸爸你什么时候带我去骑车 骑个长途 那时候我就随口说一下我说我们约定一下我说等你到18岁的时候我带你去骑一个长途也骑去西藏 然后呢就是我们就这样的父子俩达成了这么一个一致约定了 所以说在他18岁的时候我就想着带他去骑一趟这个心脏线 心脏线因为是可能是在所有的近藏路线里面就是说距离最长 然后也是海拔最高最艰巨的最艰难 男子汉嘛18岁成人了 我觉得是需要给他一些更多的一些魔力 一些历练 同时呢也算是在齐心的过程中我觉得也是一个看世界的一个过程 尤其是在城市里面长大的孩子可能没有经历过那些更没有在一些很荒原的 也没怎么吃过苦 对没有吃过苦 其实你是想要他去吃点苦头 算是算是对所以是这是这个第二个这样一个目的 我想呢就是说人一辈子啊尤其是作为他现在18岁来讲他未来的路还很长 一辈子也不可能一直是一帆风顺的一直是顺风顺水的一定会有很多的一些挫折 一定会有很多的一些困难 但是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你以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以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去面对这些困难 我觉得这很关键 事实上呢就是说后来我觉得这一趟算是我认为是这个收获非常大的哈 就是说因为骑完了以后他马上就上大学了去了美国一个人去的 然后呢就是说也是一个人从香港出发 最后在那个期间刚好经历了三年的疫情 对一个人在那边其实作为父母来讲做我们来讲还是很担心的 但是呢他一个人在那边面对所有的这些困难 包括学校封校啊包括所有的一些这种恐慌啊等等等等都有 但是我后来我也和他在聊天 他说啊可能这一趟旅程对他来讲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集结作用 他觉得啊反正第一他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困难来了那我就要正视他他不会觉得太恐慌 他会正视这个困难第二困难来了以后怎么样去面对去解决去面对这个困难啊 我觉得这点是让我觉得很欣慰也就是说富泽良的这一趟50天的这样一个旅程的话没有白走 嗯嗯对挺好的啊 那就是呃你之所以选择带他去骑自行车其实你自己因为你自己本身也很热爱对不对 你应该骑自行车也跑了不少地方 啊确实是呃现在搬着只得数哈骑长途的话骑了多少地方呢 你看台湾环岛海南环岛骑过整个的环云南省啊骑了也一个半月啊 哦穿藏线呢呃也骑过这是在2012年从穿藏是318318对对对从呃成都出发然后到纳萨 嗯然后最长的距离的话就是这次走2018年走这个独库公路和这个新藏线对对对 哎像你你带宏瑞他们去骑了这个呃 呃独库公路加新藏线一共50天的话你是总共花了多少钱 呃有算有算账吗有有有有 嗯其实我们俩父子呢在路上的开销对开销呢就是每天啊一般的话就是最高不超过200共同一起 一起两个人一起对对对对不是人均人均人均一百咯 人均一百哦就其实人均也就一百块对对对对 其实还是不花多少钱呢是不花多少钱啊因为我们呃呃呃有有露营嘛 对对对然后有很多的时候也是自己做饭吃啊对对对锅碗盘条那些我看到一半都戴上对对对重装带了很多行李对只要是有好吃的地方呢我们肯定也不会放过对就是也去体验一下当地的美食对一定的 但其实心脏线上很苦啊没有太多美食是所以说就没花多少钱嘛但是那边的风景很好对虽然你吃了一些苦但是你看到很多绝美的风光对没错所以说不是说你一定要有很有钱一定要财富自由你才能够说出去看世界的啊 我我觉得真不是就真的没有什么关联没有关联没有关联没有关联绝对没有关联更多人好奇和关心的是我没有这么长的假期啊50天我哪来这么长的假期就是你你一定是财富自由时间自由了你才能够 能够去做这么就是能够去开启这样的一趟远行那个时间点啊其实你说财富自由肯定是没有啊但是呢就是说时间自由呢可能和我自己的这个经历有关因为毕竟是自己创业就像大家说的你自己做老板对你说的算啊对你说的算但是在创业期间其实刚开始几年的话也是很艰难也不可能有机会因为毕竟工作还是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吧你不可能说抛开工作花一个月两个月 出去旅行去骑车所以说那个时候我是在把公司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管理架构啊管理基础啊体系啊嗯等等等等这些基本的东西搭建好了以后然后也有了人也就是说它会变成一个自动运转的一个机器的这样一个公司它是一个这么一个组织了那时候我就基本上就可以放心出去了你就可以时不时的抽空 离开一下出去对对对对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对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啊呃 呃包括咸云刚才也问了其实很多的朋友也在问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去去去去旅行这种长途的长时间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每个人都很忙 对不对 其实不管你是从事哪一个行业 你是老板也好 你是打工人也好 你是各行各业的这种 普通的上班族也好 其实有些人就觉得说老板很 就是财富自由 时间自由 其实很多时候 他可能财富上稍微比 普通人要好一点 但他时间真的不一定自由 对不对 时间其实自由的人 真的是非常少的又少的 我觉得每个人都很忙的时候 你为什么能够决定 花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出去 不管你以什么方式 有些是自驾 有些是骑行 有些是魔旅 对不对 你怎么样能够在这个之间 做一个平衡 你愿意花这些时间 去做这一趟旅行 这样子 其实这个看每个人怎么去看 就是从我的角度上来看 我觉得就是说 你出去旅行 在这个过程中 你认为它的价值 在你的人生里面有多大 它的意义就是 第一就是说 取得一个平衡 身心的平衡 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你的兴趣爱好和你创业 这个中间的艰难之间的 找到一个平衡 第二个呢 就是说行万里路 你才能见识更多 要走出去 你要不然一直都在 愿意又在自己的 那个小圈圈里面 你很多东西 都是你的盲区 所以我更多的就是说 我说我出去的话 是一个长见识 看世界的这么一个历程 就是其实你看到的一些东西 可能会给你有所启发 对你其实你的工作来说是有帮助的 对啊 对吧 第三个真的是 认识自己 有的时候和自己去做一些和解 和解和对话 对 其实就网络上流行这句话说的也很对 就是我们出去行万里路的话 其实就是 见众生 见天地 见自己 对 你在我前面的视频里面说过一句话 我说 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做旅行博主 像我们这样对不对 但是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曾经是一个旅行者 就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有这样一段经历 对 你不会说每个人都要像我们一样 一年四季 都在外面奔波 但是我 哪怕你是不管是哪一行哪一业的 你有你自己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抽出一小段时间来 能够让自己走出去 我觉得还是有很不一样的意义和收获 是的是的是